咱们讲一下这位女士的守闻特征 这位女士是1979年的孙肖阳 咱们看一下她的右手 右手四指巨龙都向中指靠龙 并且中指中正 做事情比较有原则性和计划性 十指有五名指几乎等长 做事情比较有远见 也具有极强的一个管理和驾驭能力 掌孤比较突出 不管做什么事情说干就干 你看她这个右手 这条线叫地文 一直延伸到大于一记后方 一般代表健康长寿之相 看一下人文 她这个人文相对比较深长 做事情比较有计划性 处理事情相对比较圆滑 但是她这条人文在三分之一的位置 出现比较明显的导入文 出现这个导入文 对她本人心脑功能有明显的影响 有时候记忆不佳 或者头晕头疼 她这个人文分支比较明显 从这儿分支 然后又从这儿分支 与感情线相交 感情线它本身就代表 婚姻情感的一个走势 两线相交 一般代表婚姻方面不逊心不如意 也容易导致婚姻不利的现象 并且不利于早婚 像这位女士呢 你看她那个郁度文 清晰直上到达中指根部 像这种手文就属于女强人之相 这个医生事业财运相对比较不错 医生不断钱财 就是婚姻方面呢 不太逊心不如意啊 实际上呢 这个夫主啊 27岁接着婚 一直这个婚姻方面呢 不太如意 老师呢 对这个老公有一定的挑剔性 这上面都是比较明显能体现出来的 她的这个郁度文很清晰很明了 事业有成之相 唯一不利之相 就是这个人文与分支 就是这个人文的分支 与天文感情线相交 出现这种状况呢 就是医生容易为这个婚姻烦恼 太阳线比较明显 并且呢 她这个财运线也是很明显的出现 唯一不利的现象 就是婚姻方面比较纠结 如果调整心性 加一互相沟通 夫妻之间可以白头偕老 否则的话呢 难免棒打鸳鸯 就是人文智慧线分叉比较明显 天文感情线呢 它那个分支性 分线比较多 出现这种状况吧 容易造成婚姻不好 她这个左手呢 一般代表32岁之前的运势 她的郁度文清晰直上到达中 只跟我事业有成 太阳线明显 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守闻套征 唯一不利的就是 天文感情线分支比较明显 并且呢 人文智慧线分支 由于天文感情线相交的现象 它代表 那个婚姻方面容易不信心 交婚线是四条 并且最新的一条 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叉的现象 分叉一般代表婚后方面 婚后夫妻之间容易出现是非 夫妻不和睦 像她这种守闻套征 夫妻之间如果不好好的沟通 就难免棒打鸳鸯 这个女性呢 事业方面都是一直相对比较不错的